明朝宣的香炉瑞士 中国青铜香炉以490万美元,约合人民币3365万元的价格,在瑞士拍卖出。瑞士科乐拍卖行的专家们,在行里对众多古董进行估价时,发现了这个香炉。该香炉为青铜制品,表面包裹黄金,以凤黄头作为把手。 这个镀金的青铜香炉,原本是一个瑞士家庭的私人藏品,并且已经传了三代。 去年秋天,科乐拍卖行的专家们发现它时,它竟然被主人用来装网球。 科乐拍卖行的媒体关系,和营销主管卡尔格林表示,当专家们看到香炉的时候很惊讶,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。 据悉,十七世纪晚期,这个香炉从中国被带到欧洲后,一直属于一个瑞士家族。 根据格林的说法,这家人曾想过把香炉捐赠给柏林的一家博物馆,但博物馆对这件作品没有兴趣。 一家英国拍卖行在看到这件物品的照片后,也拒绝了它,因为他们认为,这个香炉是十九世纪的,应该是仿明朝香炉的赝品。 格林称,就这样,拥有者认为它不值钱,但他们觉得这个香炉很好看,干脆把它当作一件漂亮的容器,用来装网球。 然而,在克勒拍卖行进行拍卖时,这个香炉燃起了轰动,当它在中国香港古董交易会上展出过程中,一通通电话疯狂打尽,三十名买家争相表达了近拍意见。 那么,这件艺术品又为什么值得被争相近拍呢? 特勒拍卖行的专家认为,它的牡丹和凤凰的装饰非常稀有,很可能是当时的中国皇室使用的,这也提升了它的价值。 格林补充说,当你把它与其他香炉,或与其他同样大小,相同年代的青铜制品相比时,它的价值就远远超过了其他文物。 无为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